第四季 夫人 怎么回事 她灵犀怎么这么弱 她的伤本来就没有好 被太苍枪附体后临时受损 不弱才怪 这人既是北海上军青木 长雀 你快去库房 多取些药材来 要滋养神魂的 年份不能太浅 她受的是上神之伤 等闲之物没有疗效 你还愣着赶什么快去啊 小殿下 这个青木乃是天宫之人 咱们管她做什么 而且古君上神 要是知道了一定会不高兴的 长雀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小神君的话你都敢不听了 后池 你先在这看着 我现在就帮你把药材取来 走 长雀 一千年前 我苏醒于北海 全然忘了自己是谁 全身上下除了一个手链 一无所有 我便缘由三剑 辩训自己的身世 可我不愿欠别人人情 成天被骂的早就听习惯了 你以后也不必 可我在 我见不得你受人非议 我见不得有人欺你如你 更见不得你明明心里很委屈 却撞成什么都没发生的模样 日后有我在你身边的一天 我不要管一天 因为我 我心悦一生 此时因我而起 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你放心 秦始公也会护着你 福然长座 他可是夺了太苍枪之人 日后风波必然不会少 而且咱们秦始公奢柳他 一定会有麻烦的 好了 长雀 后池的性子你应该是知道的 他是如此谨慎之人 会想不到这些吗 可他还是要救他 这说明什么 什么 说明啊 过些日子 青木尚军 很有可能就是咱们 青池公的人了 可他们二人足足差了几万岁啊 自古风花雪月之事 越是不可能在一起才越动人啊 你瞧后池带他那般模样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罢了 可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长座 你就这么有把握 不信咱们走着瞧 出了这么多汗 看来长雀的药尽笑了 这屋子有点闷 我去把窗户开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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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止认识 比日月还更过 比山川还经久 我从没有一刻忘记过你 白觉神尊因为太苍枪 赴了轻木的身 可他却说认识我 这到底是什么缘由 博玄房里 有很多神界遗失的竹简 我去看看 我从日落等到月升 你怎么才来 紫月妖君 你怎么在这儿 我想见你 自然就来了 青池宫中有附神留下的上神结界 这紫月妖君竟然可以轻易出入 想比起实力 在附神之上 想什么呢 别急 让我猜猜 你白日里在廖望山瞧见那么多事 又听见白觉神尊换你上谷 此时你心中 正琢磨不透吧 你怎么 我怎会知道他换你上谷 你好好想想 那日在紫月泉 我换你什么 上谷 我终于找到你了 上谷 不错 今日我来 正是为了告诉你一切真相的 这后池可以啊 连紫月妖君都对他一见倾心 不过这紫月妖君到底是妖族中人 又跟妖皇有关系 不如咱们青木 先妖两族不沾 出身清白的好 紫月妖君哪里不好了 实力强大又有整个妖族做后盾 哪是青木上君比得了的 你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来的 哦 在下紫涵 随紫月妖君一起来庆祝宫拜访 这不正好碰上妖君表白小神君的好戏吗 便忍不住上来瞧瞧 同道中人在下凤人 不对啊 你跟我站的不是同一人啊 不是一个墙头不相为谋啊 想不到你这个人这么八卦 还挺有原则的 那是当然了 不过走 不过走 你做什么 小谷 不要走 不要 小谷 我求你不要 不要走 不要走 小谷 是我逼你成为主神 将你退入这万劫不复 不复地 白绝 这三截 我就托付给你了 神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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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 这是晴职宫 吼职 日子 你是 一 好